这是河南那个村子银行风险事件发生以来 人民银行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稳妥应对 指导分支机构履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责任 做好流动性风险监测和应急保障 整体看 我国金融风险收敛 总体可控 99%的银行业资产处在安全边界内 截至2021年末 我国银行业机构总资产345万亿 占整个金融业总资产的90% 所以我们说银行稳则金融稳 那么2021年四季度央行评级结果显示 那么参平的4398家银行业机构中 在安全边界内的1到7级金融机构有4082家 机构数量占银行业参平机构的93% 资产规模占银行业参平机构的99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